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跟随镜头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 45年前 正是在这里 18枚红手印 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现在的小岗村 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当地逐步形成了 一条现代农业 特色产业 红色旅游相结合的发展之路 截至去年 小岗村实现村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3.3万元 村集体经济收入 1300万元 在这片改革的热土上 新的奇迹 正在不断被书解 现在来到的是 位于武陵山脉腹地的 湖南省湘西州的 18栋村 这里苗寨风貌保存完好 木屋青瓦 古色古香 青石板路通往各家各处 2013年 精准扶贫理念在这里提出 10年来 18栋村因地制宜 发展重养 苗袖 旅游等特色产业体系 去年 村里人均年纯收入 提升至 23505元 村集体收入 达380万元 深山苗寨里 安居乐业 乡村振兴的新画卷 正徐许展开 您现在看到的是 位于陕西隋德县的 好家桥村 幼儿园 小学 电影院等完善的配套设施 让这个偏僻的小餐村 成为村民安居的 和美家园 党的十八大以来 好家桥村积极发展 特色产业 逐步形成了 即现代农业 规模养殖 光伏发电 乡村旅游为一体的 特色产业体系 去年 好家桥村 村集体收入 193万元 人均可支配收入 达18016元 这里是位于海南的 国家南凡科研育种基地 这几日 科研人员和农户们 正忙着把一株株 绿油油的秧苗 插进试验田里 在这块20多亩的稻田里 种植着耐储存稻 汗稻等多个水稻新品种 预计明年4月下旬收获 国家南凡科研育种基地 是国家级育种基地 每年有8000多名科研人员 在这里开展农作物 品种选育 种子鉴定等活动 有超过300万份以上的 育种材料 开展试验 育种新品种 超过1000个 跟随镜头 我们现在走进 被称为中国紫菜之乡的 福建霞浦县 这里养殖了5万多亩紫菜 眼下 渔民们驾驶着采收船 在海上菜园间穿梭 这几年 当地持续开展 海洋生态环境治理 引进培育水产两种 附近紫菜体质增收 目前 霞浦已形成 紫菜育苗养殖 加工全产业链 紫菜年产值超10亿元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四川穗宁海龙村 这里曾经是一个 沼气建设大村 几乎家家户户 建有沼气池 随着电力 天然气等能源的 普遍运用 海龙村的沼气池 也逐渐被弃用 这几年 当地还原 老旧沼气池面貌 规划打造 中国沼气博览园 农文旅园区等 吸引了不少游客 三百多名在外务工村民 纷纷回乡 开启了农家乐和民宿 去年 村集体经济收入 达到282万元 海龙村也成功入选 第四批 全国乡村旅游 重点村 各位好 欢迎收看特别节目 中国是现代化 万千气象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是中国共产党人的 初心和使命 也是改革开放的 初心和使命 改革开放45年来 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不断将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 推动改革发展成果 更多 更公平 汇集全体人民 从告别绝对贫困 到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从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到致密民生保障网 从扩大就业 到深化教育 医疗 养老等领域改革 一系列实实在在的惠民举措 落地实施 显著增强了人民的获得感 我们看到 不断改善人民生活 增进人民福祉 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推进共同富裕 是深化改革开放的动力所在 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提中之一 今天的特别节目 我们将重点从乡村振兴 和增进民生福祉方面 为你展现 我国坚持全面深化改革 以高质量发展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给人民生活带来的万千奇象 乡村要振兴 产业兴旺是重点 在湖南刘阳河畔的百家镇 依水而建的村庄 没有走生产农业初级产品的老路子 而是不断地摸索变革 通过花木种植 园艺设计 把特色变成产业 让产业串起链条 去年 花木产业产值达到了67亿元 那么百家镇是如何做大 做强特色产业的 它们的变化还有哪些 我们一起来看 这里是湖南刘阳的百家镇 虽然眼下是寒冬 但是在村子里面 依然是满眼的绿色 充满了生机 从高处看 这些大大小小的植物 错落有致 这些都是村民们 精心培育的作品 大家看我身后 这一棵双主干罗汉松 树形非常的优美 像这一根枝条 一盘叶子叫做云朵 云朵互不遮挡 层次分明 古朴典雅 而且大家注意到了吗 其实每棵罗汉松 都有一根长长的枝条 这个叫飘 飘是飘逸的飘 你看像不像人在伸手 欢迎客人 所以也叫做迎客式罗汉松 是当地的一个主要的品种 虽然百家镇 现在是全国文明的花木之乡 但过去这里的农民 什么都种 种庄稼 种果树 也种花木 却一直没有种出大名堂 在发展过程中 当地发现只有培育 壮大特色产业 才能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他们转型培育起了观赏花木 开始了种植像园艺 绿色像彩色 品种像品牌 卖树像卖井 等方面的转型 您看 这就是村民们 根据消费者的口味 进行培育的盆栽 罗汉松 富石盆栽等等等等 让植物的根系和石头 交织缠绕在一块 再过一个月 等到落叶之后 这棵榆树就能够非常直观地 欣赏到它的枝条的骨感美 这也是眼下颇受欢迎的盆栽植物 它产生的效益也发生了变化 从一棵普通榆树的500元 升值到了8000元 那改变带来的不仅是收入的增加 还有农民职业的变化 放下锄头的农民 现在朝着更精细化的工种转变 你像现在有苗木造型师 花木经纪人 以及花肥营养师等等等等 那么在我身后这群忙活的老乡们 就是苗木造型师 他们正在进行剪枝和绑扎 经过他们的巧手 一颗直径20厘米的罗汉松 它的价格可以从3000元卖到5万元 翻了十几倍 眼下也是罗汉松移栽销售的旺季 我们在百家镇采访的这几天 也总能看到大大小小的货车 装着花木 运往全国各地 过去卖大树苗用的是吊车 而现在这些盆栽 罗汉松直接就可以放在汽车的尾箱带走 老乡们形容说 过去是吊车经济 而现在是尾箱经济 那么跟随镜头 我们现在来到了镇上的这家花店 虽然是寒潮 但是各类的花木依旧是娇艳好看 像我旁边这个四季都能开花的杜鹃 齿叶冬青 还有像棒棒糖一样的女真树 虎尾天梅冬等等 都是现在比较受欢迎的品种 店主告诉我们说 这些都是从云南 上海 江苏等等地方引进的 那这些花木经过搭配设计成微景观 就可以装点家里的一米阳台 或者庭院的一个角落 百家镇从卖花木 也逐渐向卖园艺 卖技术 卖场景转变 冲刺花木产业链的高端 如今百家镇已经成为中南地区 数一数二的花木集散地和种苗培育基地 6万人从事花木产业 形成了从研发 生产 管理 销售的全产业链条 那么也带动附近的老百姓共同发展 大家在家门口就有稳定的收入 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努力 特别是近十年花木产值从30亿元 到今年有望突破70亿元 齐城是江西干州的支柱产业 近几年当地实施 干南齐城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 运用新科技手段 开展齐城产业种植 管理 精深加工等技术研究 齐城产业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眼下干南齐城迎来丰收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去江西信丰看一看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位于 江西干州信丰县的 干南齐城产业基地内 今年干南齐城再一次迎来了丰收 产量有望达到180万吨 相较去年增产了30% 通过航拍尽头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片山地丘陵地区 橘黄色的齐城挂满枝头 现在果农们正在齐城种植基地里 忙着采摘分类装框 在过去采摘齐城都要靠人工挑下山 如何让果子顺利下山 一直是困扰果农的一个难题 这些年当地充分运用科技手段 大力推广果园机械化种植 引进了果园单轨运输机 破解了有机肥入田难 齐城运输难等问题 齐城种植实现了降本增效 果农们亲切地称它为 齐城号小火车 不仅有地上跑的小火车 还有天上飞的无人机 画面里我们看到无人机搭载着 一框框60斤重的齐城起飞 从山上到山下 只需要几分钟就能完成 今年当地投入多架大型无人机 每架最大负荷100斤 为地形条件较为苛刻的齐城基地 提供运输服务 在我身旁 我看到工作人员搭设了直播间 正在为家乡带货 做到产力直销 工作人员早前告诉我 直播间日销量最多时 能达到十几万斤 现在画面里看到的是我们昨天拍摄到的 智能化工厂 在这座现代齐城加工生产基地 厂内的多条智能化生产线 正在全力运行 刚刚采摘下来的齐城 通过传送带进入生产线后 需要经过清洗 加工保鲜等数十道工序 最吸引我们的是这里的每一颗齐城 都需要拍摄证件照 而且不止一张 是四十张 原来通过四十张照片 可以精确测算 齐城上每一个八点的面积和瑕疵 再通过自动称重感应系统 进行智能分级 根据每个齐城的品项 大小等进行归类 标准化的分选 同时还要对每个齐城 进行无损红外扫描 以此来确认每一类齐城的 糖度和酸度比 达到17.5度的就是黄金比例了 这样口感上就能保持一致了 经过这一整套的分级分减 来确保每一箱里的 每一个齐城表皮 完整度统一 个头均匀 外观和口感都达到高品质 这里的负责人告诉我们说 这里产出的齐城 不仅仅是满足国内用户 还会乘船出海 只需要一周左右的时间 走向全球 这些年来 无人机智能灌溉系统等 新技术的运用 助力当地齐城产业高质量发展 用好一方水土 突出地域特色 努力建成产业 干南齐城 这一土特产 已成为当地实现乡村振兴 推动百姓致富的一大抓手 前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 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必须要走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道路 安徽马鞍山的河县是安徽设施农业生产大县 全县常年蔬菜种植面积40多万亩 是长江中下游最大的菜园子 眼下虽然是冬季 但是在当地的大棚里却种满了各种大棚蔬菜 那么河县的设施农业到底有什么 又是如何来运行的 眼下的蔬菜种植情况又怎么样的 我们来看总大记者从河县发回的报道 我现在是在河县的一家 设施农业蔬菜种植基地 其实前两天这里刚刚下过雪 现在外面的温度还是非常低 但在这里却长满了各种新鲜的蔬菜 像辣椒 茄子 西红柿等等 站在这里我可以深刻地感受到 设施农业的快速发展 给当地的蔬菜生产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我所站的这个地方 就是基地的一个育苗大棚 这里也是蔬菜生产的第一步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是正在培育的辣椒的种苗 上面有各种标签 写有村民的姓名 这是当地的菜农和基地签订了协议 基地按照要求进行订单式培育 而菜农只要按照约定的日期 来提苗就可以了 那目前像这样的规模化育苗企业 河县就有四家 每年能培育各类蔬菜种苗 两亿多株 能够满足附近十万亩大棚的蔬菜种植 仅凭这样的数字呢 很多人可能没有太深的感受 在我旁边啊 有这样的几张照片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过去传统的这个大棚育苗啊 它不仅要避开恶劣的天气 那当时像浇水养护 这些工作都需要大量的人工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张照片呢 就是当时这个菜农进行播种的这个场景 而像这样的一个成年劳动力 一天大约呢 只能播种八千株左右 而当时浇水呢 也是采用像这样人工的这个方式 不仅非常的辛苦 而且效率非常低 那为了保温呢 也是采用像这样的草莲来盖住这个种苗 但是一旦遇到恶劣天气 这些种苗还是可能会被冻伤 从而影响到后面的蔬菜生产 近些年当地开始大力发展设施农业 如今站在这里啊 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科技饭十足 那首先是播种 从拌料到田装覆盖等等 全部实现了自动化 那一条播种线呢 一天可以播种四十万株 不仅劳动的强度大大降低 效率也是过去的数十倍 此外在大棚里还安装了各种通风 补光施肥的装置 只要在手机或电脑上轻轻一按 就可以控制大棚里的温度 湿度光照等等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工人 正在利用水肥一体化系统 对种苗进行浇水施肥 我所在的这个大棚啊 是两万平米 如果是过去 每天的浇水管护等工作 起码需要二十个人才能完成 而现在只要两个人 就可以轻松完成所有的工作 变化的不仅仅是育苗 就连种植的品种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大家可能很难想到啊 就是西红柿这一样 在旁边的大棚里 种植的品种就有二十六个之多 那现在在我面前的这些盘子里呢 装的都是大棚里生产的西红柿 但是我们看到呢 不论是大小 形状 色泽 甚至是口感 它们都各不相同 这也是涉事农业快速发展之后 带来的一大变化 当地呢 同全国多所高校科研院所进行合作 利用这些现代化的大棚 进行优良品种的培育筛选 目的呢就是找出更适合当地的优良品种 从而提高蔬菜的产量和品质 现在当地菜农种植呢 主要是辣椒 我旁边的这些啊 就是当地的菜农 在今天上午刚刚采收的 我们来看一下 和线的辣椒啊 它色彩鲜艳 并且呢皮薄肉厚 我们可以掰开看一下 大家看 非常的厚实 也是非常的新鲜 那其实这些蔬菜除了生产 最大的问题就是保存 以前这些辣椒成熟以后 采摘的周期很短 大约只有半个月左右 而随着涉事农业的快速发展 当地呢也摸索了不少独创的新技术 例如再填保鲜技术 就是通过控制大棚里的 温度 湿度 光照等等 可以让辣椒在不采摘的情况下 保留四个月的时间 村民们可以选择 合适的时机进行采收 这样既稳定了市场的供应 又保障了村民的收入 那此外呢物流的快速发展 也让和线的蔬菜 可以更好的打开市场 目前呢每天从这里发出的辣椒 大约在2000吨左右 其中70%是发往 长三角地区 我们在现场看到的这些辣椒 很可能在几个小时以后 就会出现在长三角市民的餐桌上 好的 目前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好 今天呢我们的演播室当中呢 还请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 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李国祥 李先生 您好 欢迎您 刚刚在一系列的短片当中 我们也看到各地因地制宜 发展特色农业的一些现状 当然也看到了我们发展这个设施农业 让老百姓的餐桌也是越来越丰富了 因为品种更多了 那想问您一下 您觉得这个设施农业 与农村现代化 农业现代化 有什么样的一种关系呢 是的 这个设施农业 可以说是我们新代农业 它的一个典型代表 设施农业 它的威力专备水平 可以说呢 它是最新进的 我们看到我们的现在这个设施农业 以大盆 瘟氏为代表 那么里面呢 现在开始啊 就是数字化 智能化 水平呢 越来越高 那么 屋灵网啊 传感器啊 那么这个 甚至呢 这个机器人 那么已经开始呢 来装备我们的这个设施农业 可以说我们过去的农业 就是靠厅吃饭 那么这个设施农业呢 就彻底地改变了我们 这种生产方式 那么呢 这种生产方式的这种改变 必然呢 就会带来对我们老百姓 到这个新时代 开启了新征程 更加美好生活的这种需要 它能够更好的来满足 是吧 过去的时候 好像这种下雪天 天气很冷 再摆饭 我们一般情况下 我们只有 好像一般吃的 我们你要是 除了主食之外 那么呢 无非就是大白菜 对 灯一 大白菜加豆腐加粉条 那你现在我们 如果是说 现在这个登厅吃的 可以跟我们夏天呢 是一样的 就说呢 这种靠厅吃饭呢 基本上就被打破了 那么我们这个老百姓生活 这种消费啊 它后面它就是升级之后 它呢 这个不仅呢 种类要多 而且它消费呢 它要具有这种均衡性 那么这种满足呢 如果没有这种设施农业 那么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那么正是因为呢 这种设施农业的这种发展 来让我们生活水平呢 进一步的提高 可以说呢 给我们呢 这个更好的满足 那么呢 这个提供了这种可能 可以说呢 这个设施农业的这种发展啊 那么正是它呢 有具啊 这一种 来能更好的来满足我们的 这个老百姓生活水平 就是说 有过去吃的饱 那么现在吃了好的这种转病 那么设施农业 可以说呢 给我们大事无关 就是说老百姓啊 这个过去的时候 我们一家煮食 实际上现在老百姓啊 基本上就是煮食并复食了 复食并复食了 就是蔬菜水果 那么呢 实际上呢 这个还有呢 这个肉蛋奶 还有呢这个水产品 那么呢 越来越多的这种比重 那么呢 都是用我们摄氏农业来提供的 那么我们有一个数据啊 就好像我们的蔬菜水果 那么呢 这个百分之三十度 三成度啊 就是来自于我们的摄氏农业 那那灯厅里面呢 除了这个南方之外 少数的 是来自于这个大田种植 那么在百分呢 基本上都是呢 摄氏农业来提供的 所以说从您的这个产出当中 我们也发现一个内在逻辑 就是我们要建成农业强国 当下就必须加快推进 农业农村现代化 是这样的 而且刚才您提到这个 大事物观这个观点啊 其实它也是保障 我们国家粮食安全的 一个新的理念 当然也是体现出了 我们百姓从刚才您说的 从吃得饱到吃得好的 一个重大转变的 一个内在的需求 确实是这样 好 稍后我们再继续再来 和您来探讨 感谢 好 乡村振兴给农村 带来了丰富的机遇 也是验证了乡村广阔天地 大有可为 而建设一聚一夜和美乡村 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 一项重大的任务 是农业强国的应有之一 位于浙江渠州市 柯城区的沟西乡 有一个名叫 于东村的小山村 那里衣衫傍水 风景秀丽 村子里生活着一群农民画家 他们用自己的巧手 将村子装点成了一幅画 这些色彩鲜艳 主题丰富的农民画 不仅让村戎村茂 更加亮眼了 也代付了一方百姓 那么这里的村民 是如何通过农民画致富的 这里的画又有什么魅力呢 我们来看总裁记者 稍早前从于东村发挥的报道 我现在就在浙江渠州市 柯城区沟西乡 于东村的中国乡村美术馆里头 那么这个美术馆 既是村民们的创作中心 同时也是农民画的展示 和交流中心 今天在现场 正在进行一场名为 人人都是艺术家的研学活动 正在教这些年轻人 画画的农民画家 都是这个村地道的村民 比如说坐在中间的 这位郑耕良老人 他是村里第一批学画画的 那在他们的带动下 如今这个800多人的小乡村 已经有300多人 开始从事和画画相关的工作了 大家是不是很好奇 他们的画一般都会画些什么呢 刚才我看了一圈 这些画都非常的写实 比如说这一幅 描绘的就是改革开放初期 村里有了第一台电视机 大家围坐在一起 热闹看电视的场景 那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昔日无名的小乡村 可以说是 华丽的转生了 在2021年的时候呢 于东村被列入到了浙江省首批 未来乡村 那这幅被誉为是 于东清明上河图的画 就描绘了如今 于东村的面貌 大家看 画上有共享食堂 共享洗衣房 咖啡馆 咖啡馆 小酒吧 可以说城里有的 这里也是应有尽有 那这两天 我在村里逛了逛 其实发现啊 变化远不止画上的这些 以前要去城里办的一些 政务服务 现在在村子里的 便民服务中心 一个窗口就能够办完 同时啊 村籍的图书馆呢 还实现了和城里的 通借通还 这些改变也大大方便了 生活在这里的村民 我们说画上记录的 不仅仅是村庄的变化 也是村民们的制服金 那这两年呢 农民画也是带动了 村里的旅游餐饮 等等的这些产业 相关的产值啊 也是达到了2000多万元 真正实现了一幅画 新一方产业 富一方百姓 也欢迎大家有时间 来到渠州的渝东村 走一走 看一看 感受农民画的魅力 一幅幅农民画 画出了美丽乡村 汇旧了一居一夜 和美乡村 乡村美 产业富 人民群众的生活 发生了深刻变化 增进民生福祉 是发展的根本目的 当的十八大以来 不断不短板 强弱象 不断夯实民生保障工作 祖国广袤大地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好 接下来 我们再来通过一组镜头 去各地感受一下 这种变化 跟随镜头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福建福州的城市步道 当地人又叫它福道 经过十多年的建设 如今福州拥有山地步道 总长131公里 福道不仅串起了山体 也连接了公园 一条条幅道融进了城市激离 成为城市绿色发展的快车道 居民进享山水之乐的幸福道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广西南宁 庸江河畔 沿岸植被寓意匆匆 十多座冰水公园各具特色 二百多处运动场分布其中 市民们在球场里 在步道上 尽享运动健身带来的乐趣 不仅有各种体育运动场所 还有健身器材 及滑梯 鞦韆等儿童游乐设施 近年来 南宁市强化全民健身服务攻击 逐步推进体育公园 口袋公园建设 加快构建城市社区 十分钟健身圈 以满足广大市民 在家门口锻炼身体的愿望 溢水绕城 必带还锅 您现在看到的是陕西西安 护城河景区 近些年来 护城河经历了三次综合提升改造 如今旧貌唤新岩 冬日暖阳 游客乘坐智能观光船 与亲朋好友围炉煮茶 感受古城西安 传统与现代相互交融的独有魅力 如今的护城河 兼具生态景观休闲娱乐 与蓄红制红功能属性 成为市民游客 抬脚就能微旅游的城市后花园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河南孟州市墨沟村的 老苗窑洞书馆 2016年 村里将一处废弃的窑洞 改造建成了书馆 古朴与现代交织的书馆 占地4000多平方米 藏书5万多册 自2016年建成以来 书馆全年开放 每到节假日就几乎坐满了人 如今书馆已经成了村民的精神家园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辽宁营口的辽河文化产业带 辽河文化产业带的建设 让这里成为普惠的民生福祉 沿辽河岸畔行走 百万候鸟逐波西海岸 荒芜空地变身绿地广场 口袋公园成为家门口的乐园 在这里不仅能亲近地 辽河的以拟风光 还能听景观遗存 述说光阴的故事 近年来 迎口活化利用文化遗存 强化人居环境改善 让周边居民幸福触手可及 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 我国社会民生领域建设加快发展 就业和收入分配 教育事业 医疗卫生和健康事业 扶贫工作 社会保障等各项社会事业 取得长足进步 人民生活得到极大改善 人民福祉不断增进 治国有偿 而利民为本 人民幸福安康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 改革开放45年来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采取了很多汇民生暖民心举措 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激难筹判问题 当前老龄化社会正加速到来 如何提升老年人的获得感 幸福感和安全感 各地也在积极探索 民以食为天 近年来 山西太原 从老年人吃饭问题切入 由民众部门牵头 通过设立社区食堂 来解决老年人和困难群体的就餐问题 同时也在摸索如何做到 让社区食堂可持续性良性发展 我们来看总台记者 从山西太原发回的报道 现在我就是在太原市 银泽区的南关坊的社区食堂 我们也来看一下今天中午 都有些什么饭 有这种素丸子八块钱的 还有六块钱的红烧狮子头 五块钱一份的这种红烧茄子 而且我们在这儿也注意到一个细节 就是在每一个碟子旁边 都有一个秤 工作人员也告诉我说 每一份的这种肉菜 都是要进行过称重 才能够给到顾客的 还有很多的这种折扣 比如说60岁以上的老人 来到这里可以凭身份证 享受八八折的优惠 除此以外 我们这里还能够看到 每天都会有一份八元的套餐 就是包括一荤 一素 一个汤 还有一份主食 这样的话 60岁以上的老人 每天都可以用 这样八块钱 就可以吃到这样的 爱心的套餐 从镜头里 我们也能够看得到 除了老年人 这家社区食堂里面 还有很多年轻人在就餐 实际上 社区食堂里 除了针对老年人的 惠名套餐以外 还有可供年轻人选择的 正价菜品 那么我们也了解了一下 目前像南关坊 这样的社区食堂 在太原市 一共有将近400家 这些社区食堂 是由太原市民政部门 牵头 从2021年开始 逐步设立的 社区食堂 也为老年人的就餐 提供了便利的场所 并且重点解决 特困 独居 孤寡 高龄 失毒 等特殊困难老年人的 做饭难和吃饭难的问题 对于那些行动不便的老人 还可以提供送餐上门的服务 对于特殊困难的人群 民政部门 还是有一定的补贴的 比如说 太原市户籍的困难老年人 残疾人 还有困境儿童 自愿向居住地所在的社区 申请就餐补贴 补贴的标准 是每人每天两块钱 补贴的资金 也是由太原市市级的财政来承担 为了保证服务的质量 太原市还制定了 社区食堂建设和服务规范 太原市社区食堂 内部系统统一规范 从制度上建立了准入标准 补贴标准和服务标准 其次 在社区食堂的餐厅 后厨还有清洁区 三个地方都加装了摄像头 保证视频能够实时回传到 民政部门的监管平台上 另外呢 每个社区食堂 所有的消费数据 订单详情 都会实时地上传到 民政部门的平台上 确保能够接手监督 这么低廉的价格 时间长了 社区食堂又会怎么维系呢 那首先呢 民政部门呢 也采取了吸纳餐饮企业 物业公司等单位参与的方式 利用各自的优势 也是盘活资源 降低运营的成本 其次呢 就是完善补贴机制 鼓励社区食堂的经营者 后期投入 比如说 按照每平方米 1400块钱 给予一次性的建设补贴 之后呢 每年还会根据运行的情况 来进行评估等级 同时呢 还会根据这个等级呢 分别给予3万块钱 6万块钱 还有9万块钱的奖励 那第三呢 就是出台了政策 对于参与社区食堂经营的企业的 税费呢 给予流汇 而且呢 对于社区食堂的经营企业 在用水 用电 用气和用暖等方面 还执行的是居民的价格 第四呢 社区食堂呢 也进行差异化的经营 就是在售卖惠名套餐的同时 也在售卖正价的餐食 这样的话呢 就能够用社会经营 来辅助社区食堂 实现盈利 那据我们了解啊 太原市的社区食堂 到目前为止 已经累计完成了 470多万份的订单 累计服务了太原市的市民呢 将近有1000万的人次 那社区食堂的设立 也给大家的生活 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这些年呢 我们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 惠民措施 目的就是让改革发展的成果 更多更公平的汇集全体人民 想再来问一下李先生 那您觉得在增进民生福祉方面 给您印象比较深的 还有哪些这个制度改革 还有政策措施呢 可以说这是太多了 太多了 好比说我们最忧心的 是保证这个就业 保证劳友所得 那么这几年呢 我们国家里面 我们的城乡居民收入 它的这个增长速度 跟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 基本一致 那么我们的农村居民的 这个收入呢 增长速度 甚至还快于 我们的这个 经济增长速度 那么我们对于啊 特殊困难的群体家庭 我们要解决啊 这个零就业的问题 提供了呢 各级政府提供了 大量的公益杆位 确保呢 我们每个家庭呢 只要他有劳动能力 至少呢 有一个人 能够呢 这个实行就业 好 只要我们老百姓 最关心的住房问题 住有守居 那么我们现在呢 这个各级啊 这个政府 都呢 这个大量啊 在发展之中 保证性住房 甚至现在我们 大量的农民工啊 进程 很多的地方政府 都把我们的农民工啊 都拉扰到这个 保证性住房的 这个体系里面去了 好 只要我们 在这个 这个又有所谓 就是针对啊 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实行呢 这个国家这个计划 所谓改变之后 那么有很多地方呢 小孩 上幼岸云呢 比较困难 那么我们大力的呢 发展 这种呢 这个功利的幼岸云 解决啊 这个特有问题 那么我们在这个 就是在这个 小孩上学上 是吧 这个教育 学与手教啊 那么呢 我们呢 这个义务教育 现在呢 完全是免费的 我们现在呢 这个教科书 那么呢 都是呢 这种免费的 就完全实行了 这种义务的教育 那么我们在农村里面 我们呢 还都有呢 这种营养差 来补助 就是呢 你那中午吃饭 那么基本上 那是不花勤的 那么这个 可以说啊 我们在这个 民生改善上 那么做了 大量大量的工作 那么我们在这个 若有所福 这方面 我们的做的工作 那就更多了 所以说 像您所说的 我们的改革越深入 触及老百姓的 这个生活 就方方便便更多 所以说 我们这个民生答卷 橙色如何 直接关系到 老百姓的这种 幸福感还有获得感 我们不断地推出 这些慧民措施 就是要让 这种民生愿景 变成暖心的风景 是这样 我觉得是 好 再次感谢李先生 推动高质量发展 最终的目的 就是实现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那接下来 我们就把目光 转向甘肃 苦极甲鱼天下 曾经是甘肃 很多地方的 真实写照 经过这些年的发展 这里也是发生了 根本性的改变 那接下来 我们就走进 定西魏元县 远古堆村 总台记者 安文健 正在那里 让我们跟随 记者的镜头 感受一下十年来 发生的变化 文健你好 赶紧带我们来 感受一下 当地的发展变化吧 好的主持人 这里就是甘肃省定西 是魏元县 田家河乡的 远古堆村 其实由于采访的原因 这个村子 我来过很多次 每次来的时候 都会有一些 不同的新发现 如今也可以看到 这个村子 一条大路穿冲而过 一个个农家小院 在路的两旁 整齐排列 但是把时间的指针 拨回到十年前 这是完全不同的 另外一种景象 那十年间 这个村子的方方面面 发生了很多的变化 但是从哪说起呢 今天我们从村里 过去必不可少 但现在没有用的 三件东西开始说起 我们说三没用 首先是我手里的 这个物件 你看它现在有个板 底下有四条腿 像个小板凳一样 它是什么呢 它是远古队 过去的雨鞋 为什么雨鞋 会长这个样子呢 那就要从远古队 过去的环境说起 来看一段画面 这是2013年 春天拍到的远古队 十年前 这里是著名的烂泥沟 村子里头 全部是土色 全部是土坯房 家里头也没有 什么像样的摆设 而且呢 村里的路呢 都是土路 还是非常松软的黄土 一旦雨大了呢 车辆就无法通行 那村民出行怎么办呢 就要靠这样的雨鞋 那你看 它像一个小高桥一样 绑在鞋底 然后就可以通过 这个一掌多深的 这样的一个泥路 那虽然呢 后来这种鞋呢 换成了橡胶雨鞋 但是通行呢 还是非常的不便 道路通则百业新 农村道路的改善 是乡村发展的基础 那近年来呢 甘肃省也是非常重视 农村公路的建设 特别是近三年 每年农村公路的新增量 都在一万公里以上 到2022年底 甘肃省的农村公路的 总里程达到了 12.56万公里 超过7.4万个自然村组呢 都实现了道路的硬化 硬化率超过了84% 那远古堆其实也是受益者 那村里呢 建设了13.5公里的 一个柏油路 而且呢 家家户户门口的 这个村组路呢 也硬化了24公里 那过去出门 必不可少的雨鞋 现在用不着了 而且呢 家里头 很多人要买了 电动的农用车 甚至还买了小轿车 可以直接开到家里面 拉东西也非常的方便 所以说 这就让过去靠 人力和处力来 拉东西的这个架子车 同样推出了一时舞台 第三件 现在已经没有用的东西呢 是我手里的这个扁担 过去呢 远古堆村的人呢 都要靠这个扁担去单水河 那家家户户通了自来水以后呢 这个扁担呢 现在和刚刚的雨鞋 架子车一样 他们的归宿呢 都是村里的村石管 作为远古堆村 这些年来 变化的一个历史见证 那水路 其实只是远古堆村 变化的一个侧面 这些年来呢 村里通过乡村振兮 示范村的建设呢 水电路网得到了全覆盖 而且呢 人居环境 村庸村茂 包括生态旅游的基础 设施呢 都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善 那十年来呢 村里人也通过 比如说生态造林 河道整治等等方式呢 将原来阻碍交通的 山岗流水呢 变成了吸引游客的青山绿水 那边界的交通 优美的环境 让远古堆村的今年呢 接待游客人数呢 超过了50万人次 而且还有好消息 12月12日呢 远古堆村刚刚升级成为 4A级景区 预计呢 2025年呢 这里的年接待游客人数呢 将达到 达到100万人次 而且呢 旅游收入呢 将超过300万元 这些天呢 远古堆村呢 也正善良着 跟像旁边的 辖口村等等 七个村 打算共同抱团 来发展这个 乡村旅游 共同携手来打造这种 可以帮助农民 增收致富的新产业 那当然除了 乡村旅游以外呢 村里还通过发展 种草药种植 百合种植和加工等等呢 人均收入实现了 比10年前的翻了三反 而且呢 村里的集体经济呢 更是收入达到了 10年前的200倍 村里有钱了 每年都拿出40万元呢 进行村荣村茂的改造 包括垃圾清运 清洁卫生等等 这样的环境 过去的赖泥塘呢 现在呢 变成了四季都非常干净 整洁的农村 新农村 那不单是路好了 住的好了 其实包括医疗养老 教育等等的 这样的社会服务呢 也在水平也在提高 像学校 依然是学校里 整个农村最好的建筑 这所六年制的学校呢 让村里人 孩子上学更方便 而且呢 还有幼儿园 村里的孩子 接受学前教育呢 也不再是稀奇事了 那我身后的 这个两层的建筑呢 是当地的养老院 有13位老人正住在里面 还有当地的 新世代外民事件中心的 志愿者经常来帮忙 洗衣服做饭 村里的卫生室呢 让看病更方便 医保呢 让花费还更少 那其实这样的变化呢 不仅仅是在远古兑村 在龙原大地 到处都在发生着 就在12月14号 包括远古堆在内的 94个行政村呢 被评为2023年 甘肃省省级河美乡村 那甘肃各地呢 也在利用各自的优势 打造出一个又一个 像远古堆这样的村子 而甘肃的农村的样貌呢 也在以日新月异的速度 发生着变化 主持人 我这样的情况 就是这些 好的 感谢文剑带来的报道 我们也再次祝福远古堆村的 乡亲们生活越来越合围 三天来呢 我们从持续推进对外开放 乡村振兴 科技创新 绿色发展 给百姓生活 国家进步 带来的变化 展示了改革开放 45年来 尤其是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10年来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 呈现出的万千奇象 改革开放 是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必由之路 也是决定中国式现代化 成败的关键一招 艰难困苦 欲辱于成 面向未来 新征程上 我们将会继续推进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汇集全体人民的智慧和力量 守正创新 团结奋斗 把中国式现代化 宏伟蓝图 一步步变成美好现实 改革不停顿 开放不止步 也感谢收看特别节目 中国式现代化 万千奇象 也再次感谢李先生 做过我们今天的演播室 好 稍后新闻继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李先生 感谢李先生